對 你心病耶 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良 最近你有沒有看新聞 怎麼樣 吵得沸沸揚揚的幾件新聞 是 其中有一個是包括 有談到薪資問題 對 就是說有人講說 我們台灣的薪水 跟十幾二十年前好像也差不多 平均薪資 有嗎 你十幾二十年前很高 我們剛開始做小助理的時候 也是領個什麼一萬八兩萬三的這種 聽說現在的大學新鮮人好像也差不多 還是再領一萬八就對了 所以我們薪資二十年沒變過就對了 是 那我們聊這集幹什麼東西 那我們就覺得很不開心 那我們就聽聽別的國家 是不是也是這樣 跟我們一樣差 對 會不會聊完之後更難過 會不會聊完之後更難過 還是要聊聊看好不好 不然誰會知道 所以今天我們就請到了 苦幹實幹他很能幹 賣老命老闆賣出了一片天 我們的台灣團代表歡迎 當然留在台灣只想玩 整天盈盈沒事幹 等聯合國行男 謝謝 近期台灣薪資問題 又在新聞版面 鬧得沸沸揚揚 而今天就來放眼世界 到底其他各國他們的薪資水平 又是如何呢 馬上就來揭曉 我們今天也有準備了這個 排行榜 各國薪資的排行榜 對啊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 從第二名開始看 來看一下 美國平均年薪一萬六千八 一路發 好兆頭喔 平均年薪一百六十八萬 什麼一萬六千八 年薪一萬六千八 是要怎樣 不要火啊 年薪 他是講的是美金一百六十八萬嗎 台幣 台幣 折合成台幣 折合成台幣 這位先生 麻煩你出去 三萬 他這樣會怎樣 一百六十八 這個有很高嗎 一百六十八 他的平均年薪一萬 平均一個月 每一個月多少 十幾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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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對錢很金嗎 你怎麼最近慌了 你怎麼最近慌了 每次應該台幣不知道 哇 那這個一個月真的十幾萬不錯耶 而且總比是剛開始就這樣 對啊 那我們來聽一下布倫怎麼說 因為我有個朋友的妹妹 他去美國念那個碩士 然後他畢業之後 他去那個會計所上班 然後他有一次回台灣 我就很好奇說 他一年薪水有多少 結果他說他一年薪水 四萬美金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大學剛畢業 然後他去那邊當銀行專員 然後他一個月的薪水就有十萬 全世界富豪過半以上都是美國人 我有一個醫生朋友 他想要去美國考醫生的證照 在那邊當醫生的話 年薪高達七百多萬台幣 七百多萬台幣年薪啊 對啊 那一個月大 一個月六十幾萬有了耶 五六十萬有了 太可怕了 七百多萬 那很好啊 對啊 因為在美國其實如果你念大學之後 當然你會賺比較多錢 可是你還 你沒有念大學的話 可能薪水比較低吧 就 可是還是可能比其他的國家多吧 就像我弟弟他一出來 他不想念大學 所以他就直接去找工作 他的薪水那時候應該一年三萬美金 一年喔 應該 他月薪台幣八萬吧 蛤 可是那個是沒有念大學 所以那時候 高中畢業而已耶 高中畢業就八萬 對啊 高中畢業就八萬 一年耶 可是他覺得 太少了受不了 所以他乖乖回去念大學啊 大學畢業之後就找工作 上班有沒有四五年多 他已經年紀應該超過十萬美金 所以應該 十萬是三百萬一年耶 做哪一種工作啊 十萬台幣 他是精算師 所以 那當然啊 專業的 什麼什麼師之類的啦 專業有證照的 真的是 你剛剛講說他弟弟是 剛畢業的時候 高中嘛 就是拿一年三萬塊美金嘛 對 可是其實我妹妹後來在美國 他讀到的是碩士 那他就在美國直接就工作了 可是因為呢 他們那時候是 可是那家公司對他還不錯 所以還是有發他薪水 我妹妹那時候他拿的是 一年四萬多塊錢左右的薪水 那聽起來換算成台幣都很高 其實那時候好像是 1比33 34之類的 所以也是那種一百多萬這樣子 可是你知道嗎 扣掉稅之後 其實也沒有剩多少錢 真的 而且那邊的消費又很高 那稅又收很高 真的啊 還要付小費15 18% 真的 現在紐約都要20%了 美國的日子能過嗎 其實我覺得美國雖然說年薪高 但是你要看哪一個行業 因為他們對這種所謂的 有專業技能的這個行業 起薪都會比較高 那當然像一般的這種 所謂的上班族的話 可能就還好 像當時我不快畢業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直接進那個IBM的時候 他給的我們的薪水是 六萬塊美金 所以乘一乘大概 而且是十幾年前 十幾二十年前 所以乘起來花180萬台幣 所以基本上還不錯 但重點是 還沒有加上任何的那些福利 因為他們有很多福利很奇怪 比如說你買車 他居然會給你那個 真的喔 所以那個時候 他不管你買什麼車 反正就給你 就是可能頭期款他付了 對 就是說他 不管你買多貴多好 或多便宜 但你買便宜不行 因為他最多是他拿那個 那個發票去報 他抵稅 對 所以他那時候 就給你那個 一萬塊美金的那個錢 讓你去買 所以你一定要買超過一萬塊美金 所以當時我買那個 B&W還不錯的車 四萬塊的話 等於公司就幫你出了一萬塊 幫你出了四分之一的 真的喔 這錢就很好啦 然後重點是他除了這個以外 因為他知道美國很多 那個地方很大 所以常常會幫你這樣 跑來跑去 所以還有一個relocation fee 就是說你本來從這個 舊金山移到這個 矽谷的時候呢 他基本上 他有給你這個一年的 這個所謂的 寒家費 就是說你去那邊租房子啊什麼的 這一年都算他的 那個時候 我租一個月 一千五美金的房子 他一個月就幫你付 大概有一千塊 哇 但是問題是只有六年 六個月 因為他覺得說 六個月後你應該這個 對這個城市就 熟門熟路了 你應該就找得到 再被騙的話也可以 所以我覺得說 除了這些以外 其實這樣算一算一算 那些金錢加起來 一家一家也不得了 對啊 所以不能只看光看薪水那個部分 怎麼這麼好啊 對啊 因為我老公在台灣是 他是美商嘛 福利在台灣已經算是非常好了 就是我老公他們譬如說 很基本的 大學畢業的女生 現在二十七歲的女生 進他們公司在台灣 他們那個女生 進來三個月 他們公司最嫩的 那個二十七歲的女生 馬上換一台奧底 大學畢業而已耶 九萬多 我真的每天晚上要喝多少酒 才賺得到 不用 我的名字 不用 因為他們是外商 他們的老闆只注重你們的健康 然後很鼓勵大家去業期 不好意思 他大學畢為什麼會是二七 然後報名 大學畢業期 因為他還有出國念書 那你可想而知 我老公他們公司 每一個員工的薪水 一定是比這個高很多 更高 大學畢業 剛進去就九萬耶 好可惜 所以其實你看美商 所以你要不要跟我們聊聊 你老公一個月多少錢 還不錯 但是你科想而知 美商在台灣福利已經很好的對不對 他們在美國是更好的 我跟我老公去年九月就是 去美國那個舊金山 矽谷那邊 因為我們有親戚住那邊 他們有房子 我們住在矽谷 我們開車大概五分鐘 就到那個Facebook的總部 比站那邊那個Facebook 就是他住那個區 那因為我們覺得那個環境非常清幽 然後我跟我老公就想說 我們好像可以在矽谷買一棟房子 就問了一下我親戚 現在他們家那個二手的房子賣多少 可怕 他說台幣一億起跳 一億矽谷那邊的 而且都藍藍的 木頭的那種的 就前面就是一個車庫 後面就是很普通的 超可怕 他說一億起跳 然後我跟我老公就嚇死 因為我老公也是電子業 矽谷那邊是不是也是美國的電子業 然後我們就說 那美國電子業的人 怎麼買得起一億的房子 然後他親戚就說 可以啊 因為美國的電子業 新人一進去的年薪 一個人大概就是250萬 台幣 年薪就是250萬 那如果你看 我是在這個公司 認識我老婆的 我們兩個都在矽谷工作 我們一進去 兩個人的年薪就是500萬 哇 所以你再工作個幾年 然後再存一點錢 其實你是買得起 你知道我 這是跟一 他250嘛 他跟他太太250 對 他如果多娶幾個太太 那更多 對 木斯林可以去試一個 對 可以去試 架子很適合你 因為你就是250 對 但是你要想250萬台幣的年薪 在台灣喔 已經應該都是 足大老闆等級了 對啊 我這一次 我不是講說我們要去 舊金山 我就在研究那些住宿什麼 對 訂房間 真的好貴 很貴 一碗牛肉麵三百塊台幣 然後你停一個車呢 停一天呢 五十塊美金 等於是一千三 停車而已喔 在那個市中心 你就知道說那些人 根本花錢如流水 他們真的花錢如流水 因為你知道我在那個一個 民宿住宿網上面 我就在找嘛 對 你知道我看到有一棟 它的每一個 每一個晚上一定都是一萬多塊 起跳 然後有一棟 它真的很漂亮 也是在矽谷那附近 一個晚上三萬美金 三萬美金 一百萬耶 一百萬台幣啊 對 我想說誰去住啊 對啊 可是它真的很漂亮 對 所以我幫你預訂了兩個 不需要 卡號留他的 卡號留他的 他可以的 真的好貴喔 太可怕了 但是講真的 你就說舊金山收的這個 那個什麼 收入很好 可是他的稅金那些 也都很高啊 對啊 然後還有什麼消費稅那些 其實加一加也很可怕 我聽過就是在台灣 好想靈遠好了 就是臨時遠遠 那在台灣 因為我之前走五十字早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發靈遠嘛 對不對 台灣好像就是便宜的是 五百也有 六百七百 百地都是一千塊 有一些是來自一個便當而已 對 有些就是頂個便當 吃個便當就走了 我覺得非常辛苦 那日本的話 就是好一點點 日本七 日本三 大概 如果沒有 沒什麼講台詞 就是走過去幹嘛的話 一萬塊 日幣 很好啊 三千塊 三千多的台幣 有便當嗎 有當然 很高耶 很高耶 很棒耶 在那個美國 你知道嗎 我的朋友 他一定會打戲 一點點 然後就是會講英文 然後就是日文當然會 真的假的 走過去再走回來 沒有還有一個 就是如果有這個是打戲 比如說打一個拳加五千塊 然後比如說火在這邊 就是靠近這個火 跳過去加五千 就是每一個 每個動作細項都加錢 有這樣的 而且 而且這個是這個拍戲的內容 對 對 整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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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整條的 這舞都不太一樣 所以演員很好 所以他後來他的所有議員 好像我記得他跟我說 已經超過五百萬台幣以上 哇 我想知道耶 太扯了啦 我想知道在日本的話 比如說像 行男們這樣子 就是 本來從開始沒有知名度 然後上通告這樣子 大概多少錢 通告藝人啊 大概一萬多左右 很好耶 因為 對啊 你莫莫無名剛開始來錄的時候 就有一萬多了 都不會有那麼多錢耶 對啊 因為我聽說日本藝人他們上綜藝節目 因為他們一集要錄好久 他們現在都是幾十萬 有上百萬起跳 日幣啦 真假的 一集啦 一集 對啊 差不多 但是問題是就是他們那個 就是他們的公司 今天說抽得也高啦 抽得也高啦 抽得也高 抽得也高 聽說有八二 八二 公司是八 一年是二十五 這高屁啦 另外有沒有拿兩千人 對啊 最近很多新聞 他是被逼得拍一票 我老公的朋友最近想在美國 就很簡單的弄一搞一個網站 然後賣一些台灣的東西給美國的華人 就這麼簡單 那他就因為他自己還有政治的工作 所以他想請一個人來當這個網路公司 就是坐在電腦前面回答大家的問題 有東西收發一下 東西影印一下的一個助理 他現在找到了一個 是開價最便宜的 一個月是三千塊美金 什麼 最便宜的 三千塊 九萬塊台幣 他找到最便宜 其實他開的全部都高過三千塊美金 然後他做的事情真的就是 回覆一下大家的問與答 就這樣 那我的表妹 她現在是在台灣的韓國公司工作 然後一樣也是做助理 然後不到兩萬塊 然後每天還要跟韓國的那個大老闆 韓國大老闆還要不時的抽考 問他說你覺得台灣現在有競爭力嗎 你們現在台灣的年輕人 會喜歡這樣子的東西嗎 不到兩萬塊 然後每天忙得跟狗一樣 韓國的那個公司 公時非常長 所以完全那個價差 還要配喝酒 對一個是不到兩萬 一個是九萬塊台幣 我們公司 你們公司 你們公司 你好幾顆新的公司 韓國公司也是給他們兩萬多而已 因為這個 這個邏輯吧 對 所以如果在韓國 韓國公司像這樣子的 基本上一個檢測工作助理的話 是多少錢 五萬塊左右 五萬到六萬 太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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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處理 第四名是誰 跳一個嘛對不對 讓大家舒服一點 好 第四一名 英國 英國